不知道要告訴您 一般來說 冬季的流反高峰期 通常會在12月底才會開始出現 但是今年恐怕會提早爆發 主要是因為今年南半球流感大爆發 加上A型流感當中的H3N2 病疫性病毒性比較強 這也讓專家預估 今年流感爆發的時間 不但有機會提早 還有機會增加20%到40%的重症機率 還好胡蘿蔔腫 小朋友感冒好不了 鼻涕流不停 家長連忙帶孩子上醫院看醫生 因為最近天氣變化大 一下高溫也熱 但過沒幾天又稍微轉涼 更令人擔心的是 接下來冬季的流感疫情 恐怕會提早爆發 今年的不利因素就是南半球嚴重 A型流感可能會抬頭 所以這兩個因素都會使得 今年的疫情會比較嚴峻 甚至可能會早一點發生 根據國網案例 流感高峰期大約落在 努力過年前後 但今年的半球流感大爆發 以澳洲來說提早到5到7月 比往年早了一個月 加上今年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疫苗 病毒株的時間已從2月延到3月 疫苗出貨遲到 讓今年的公費流感疫苗得等到11月中之後 才打得到 有一時預估A型流感中的 H3N2病毒變異性強 恐怕會增加20%到40%的重症機率 所以聚集接下來冬季流感疫情 會比想像中來得快 如果H3N流行的話 它有可能在11月初 甚至11月你就會開始覺得流感在增加 配合上台灣今年的流感疫苗 會比較晚的話 就是會 這個也是一個不利的因素 以單打流感疫苗 跟肺炎令求去疫苗來看 其實都能接少三成到醫院看病的機率 保護力一樣強 不過要是等到今年11月中 公費流感疫苗到貨之後再打 接種還得等兩個禮拜之後 才會發揮效果 建議年長者跟孩童 最好還是先接種肺炎令求菌疫苗 先滿足第一層的保護力 這位女皇民視也太弱了喔